但都要在這裏表示有少少失望 就是79個體育總會都有收到我們的邀請信 但我目前也沒有人代表 至於甚麼原因我就不知道 不過希望你們都可以關注一下這件事 因為這些總會其實雖然持份者是沒有票 投他們進去 但他們不單止是代表投他們進去董事局的人 他們亦都應該代表業界的持份者 尤其是要靠業界 靠這些總會支持 那些設施要繼續在合理的情況下要開的 應該是靠他們去發聲的 就不是我們這些普通市民去做 所以我看這裏對於總會非常失望 首先我想說今日的題材 其實是大題材 就是反對政府一刀切這個政策 我們已經抵受了一輪疫情 由武漢封關一直到現在 你可以看到我之前代表的劉冰場的業界 我今天也得到他們的授權 在香港所有的劉冰場都代表他們 在這裏給一個評論 就是我們在這些設施 包括劉冰場 在3月28日到5月7日已經曾經關閉了40日 我們只是得到10萬元的資助 但是期間我們沒有了幾百萬的銷售 以及要出量 要出幾十萬 今天又再收到消息 就要繼續延續 劉冰場要再關閉 我在這裏想和政府呼籲 其實這些一刀切的政策 是不應該再繼續的 因為大型的體育的設施 包括私人設施和康民署的設施 其實是有方法在安全地是可以營運的 如果政府是可以去諮詢業界 然後叫業界主動一些安全一點的措施 來怎樣去經營的 我相信起碼第一關 令到設施裏面的持份者 是可以經營繼續的生計 就是做訓練做教歌的 應該是可以能夠做得到的 你會見到他們每一次有這些情況 都是一刀切去這樣做 完全沒有去比較上微觀些去看一下 有什麼政策可以幫到那個業界 接著來的疫情的資助 往往都是不夠的 我想我可以代表至少 劉兵祥介紹 我們不想和你黑錢的政府 我想你作這些決定的時候 理智一點和諮詢企業界 然後讓我們可以給你一個方案 可以很安全地繼續經營 我們都是和政府同心抗疫的 我們不是自私 我只是覺得某些運動是非常安全 可以很合理地進行 這裡有一張圖表很簡單 我想特別用一個例子 這個是美國德薩斯州 一個醫學會所做出來的調查 講到例如打網球其實是非常安全的 這個圖表其實它就是由這一邊到這一邊 就是由低風險去到高風險 周先生你可以繼續由低風險開始講 我亦都曾經主動和網球總會行政總裁去接觸 和都想接觸他們的會長 叫他們今天來撐場去支持這個看法 因為有很多網球從業員 在康民處的地方是要教過維生的 其實網球是一個很安全的運動 如果是怕多人的大班的做法 可以轉做一個小班一對一一對二的做法 不過很不幸地網球總會好像對於這個題材 好像沒有什麼興趣那樣 可能我不是他選民 但是我想大家去關注一下這件事 就是網球是一個很安全的運動 其實是可以 它是比利於開信去拿外賣去入油和露營 所以如果政府是覺得網球總要刪的話 我們有電油車的人都不應該去入油了 另外一個是非常安全的運動 是高雨呼球 也很不限地我接觸高雨呼球會的會長 他也沒有興趣來撐場去支持他的業界 高雨呼球場 教西州都有很多人在高雨呼球場的練習場上賺錢 他也是一個非常安全的運動 如果他們覺得有太多人在這個場上 一般的習慣就是每8分鐘每10分鐘開球 他大可以轉每15分鐘每20分鐘才開一對球 出去過這麼大的高雨呼球場其實非常安全 也要考慮到練習場 你隔一條軌道給別人去教學 是非常安全的 我剛才講到如果場要開的原因也是因為 如果業界要在那裏教學生 他們有時都會上到高雨呼球場上去教的 是一個很安全的運動 待會其他業界的同事都會覺得 支持者都會講一下 他們的運動其實都可以很安全 所以我在這裏想講 政府這個一刀切的做法 去將這些體育設施這樣關閉 要馬上停的 要馬上立刻聽回業界 將我們那個設施開回 因為不單止只是這個抗疫的原因 抗疫我相信會所好球場好 一定會支持政府抗疫 但是他們會有一些建議 可能他們這麼宏觀的情況之下是看不到 容許我們微觀點給他們一些建議 我希望他們馬上去停止這個一刀切的做法 而聽一下業界的意見 多謝大家